中共人社部6月30日公布的 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四五》規劃 說將實施漸進息延遲退休 逐步提高領取基本養老金最低繳費連限 規劃透露未來5年新退休人數將超過4,000萬人 勞動年齡人口淨減少3,500萬人 社保制度面臨挑戰 中共社科院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炳文 向媒體表示最低基本養老金矯立連限 應該由現在的15年再提高10至15年 對此有網友說這兩項政策一實施 政府就可以散卻一筆巨額養老金 也有人說加重剝傷民眾來緩減財政壓力 是很高 但是人均的預期壽命實際上老百姓沒有那麼高 所以說是延遲到那麼晚才可以領養老金 與窮與理不太合適 都有看法都不滿意的 如果說30年20年福利能保證下去嗎 說了不好聽就剝削呀 針對延遲領取養老金 有網友氣憤地說 這件事的性質就是單方面毀虐 你們乾脆說交到死 不用拿退休金